基隆一位2岁确诊小男童 13号晚间发高烧到42度 还有抽搐的症状 被家人立刻送往布立基隆医院急救 医师怀疑是病毒性脑炎 研判是重症个案 但因为医院没有儿科 加护病房建议转院 但是卫生局一连询问了4家医院 包含基隆长哥 内湖三总 台大还有马街医院都没有病床 最后联系到了台北荣总可以收治 但是到院急救将近7小时后 宣告不治 本桶疫情爆发 确诊死亡数连日飙到数十例 基隆也传出一名2岁确诊男童 因为新冠感染和病急性脑炎 属于重症个案 但急经波折 转院救治后还是宣告不治 小朋友到医院的时候 因为他发高烧 所以我们没有给他抽血做检查 也有跟他塞着退烧药 也给他氧气 因为氧气都稍微低一些 那在中间过程当中 他又有在抽筋 所以我们有给他一些 抑制抽筋的药物 回顾救医过程 男童12号出现感冒症状 快筛阳性但没有发烧 13号收到PCR催疹通知 病情却急准直下 出现发烧抽搐症状 晚间7点被紧急送往 不及急诊 一度高烧到42.4度 小额感染专科医生会诊后 怀疑是病毒性脑炎 给予抗生素抗抽搐要治疗 但因为医院没有儿科加护病房 因此建议转院 没想到却一连碰壁 卫生局有询问过这个基隆长根 也有询问过三种台大马街 那当时都是那没有那个病床 所以后来是转去北荣 四间医院通通没有儿童专责病房 最后联系上北荣收治 不过男童14号凌晨 有这户车在抵北荣 救治近七小时后还是急救无效 男童致死竹因是否为新冠肺炎 还点签通报审查 但小小生命就此陨落 让家属怎能接受 现在是很重报道